而110年度太鲁阁足语 假日儿童学习营活动 24号是在新城乡北浦村的 基督教芥菜总会来办理 两天的活动特别安排了 编织介绍 制作香炒饭 煮筒饭等 从文化体验当中来说母语 两天丰富精彩的课程 让太鲁阁足的学童们 从学作体验中 开始说出自己的母语 新闻下长我们就表示 母语传承最快的方式 就是在家中不断地和孩子们 说母语以陪伴的心情 不知不觉当中 孩子们就会记下来了 在语言这一块 我常常讲 语言不用去认真学习它 你只要在家里 那个是我自己走过来 我自己的经验 我家的小孩子 我从来没有说 叫他去参加什么 语言研习班 为什么 你在家里你就是老师 父母就是老师 阿公阿嬷就是老师 其实你在家里 不管你爸爸妈妈 你自己说错了 至少孩子还是会有印象 下次一定会有人纠正你 所以陪伴 不管是什么 语言也一样 你常常陪伴孩子 孩子就有机会学习 所以父母会比较辛苦 又要忙碌的赚钱 而且现在的社会有这么的竞争 又要忙着为孩子去赚一些钱 又要生活 那我们又要陪伴孩子 如果你这两者你都做到 我相信孩子非常成功 台湾泰鲁鲁语言发展学会理事长 胡言表示 23号24号这两天当中 并且在秦城乡北谷村基督教芥菜总会 办理110年度 特有个族语 假日儿童学习引活动 改变去年族的教学方式 而是以文化体验的模式 让儿童们从中梳母语 传承语言的文化 第一次的文化体验 就是最主要是教一些 我们有一个铺陈 然后教一些狩猎的一些陷阱 然后打猎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哪些 然后我们就开始跟孩子讲故事 第二个就是蛮好 那我发觉我们的老师非常的 我这次请的老师都蛮年轻的 而且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那而且呢 也不错 所以织布的部分 除了介绍每一个织布 要用到的一些器具 他们透过一个小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种 意象式的一种操作 从这样一个做中当中来学习织布 第三个我们就是有一个 像我们做了Bloomway 我们做了那个竹楼 也介绍一些我们的一些农具 我发觉到这一次的孩子学的还不错 这一次呢 我们也发觉到孩子参加的那个年税比较低了 大概二年级的也有 所以可是我觉得家长能够让孩子来 来参加这样的营队 我就觉得值得鼓励了 文言宝表示学会坚信语言振兴 是会员们最重要的目标 和组织存掉的价值 因此会员们各项计划项目的拟定 策略规划以及工作执行 都聚焦在语言振兴的总目标上 而这是让学童们了解编制的文化意涵 制作香蕉饭 主统饭 以及如何放陷阱了解恋人的文化 精彩丰富的课程 以达到文化传承语言振兴的目的 记得终于观众